HELLO 大家好,我是Air 昨天一早就看到SEGA釋出的一張官宣海報 上頭有透露出Rush 2的兩張五星卡 分別是鳳王以及洛奇亞 這張真的是久違 從第一彈出過之後就沒有再出過了 其實日本Gaole在傳奇彈中有再出洛奇亞跟鳳王 那是長這樣的,那是有利招的 其實日本卡就是一般招、超進化、利招、再到W招或是衝鋒連擊 最後就是W招加超進化 總之就是越來越強就對了 那有卡友釋出小道消息 是Rush 2彈的所有五星卡 但是先說好,不一定正確 一切都還是要等6月15號官方發布為主 小道消息指出Rush 2會有10張直卡五星 一開始的兩張就是海報上的鳳王跟洛奇亞 那這兩張是日版的GR1的卡 鳳王的W招是火系的神聖之火 及飛行系的神鳥夢擊 洛奇亞的W招是飛行系的氣旋攻擊 及超能力系的預測未來 台版的順序跟日版是完全不同的 但依照R1五星來看 基本上應該就是抓日版的GR1到GR3的五星去編排台版 再來三張是日版的GR3的三聖鳥 這是有利招的三聖鳥 激動鳥的利招是 極狂大地萬里兵 一般招是暴風雪 那閃電腦的利招是 終極福特狂雷閃 那一般招則是打雷 火焰鳥的利招是 超級極限爆焰彈 一般招是大字爆炎 之前也有出過一般招的三聖鳥 是在我們傳奇一彈 那Rush Dan系列的噱頭就是W招了 所以台版Rush 2還有日版的GR3彈的W招黑白龍 萊希拉姆跟傑克羅姆 萊希拉姆的W招是火系的交錯火焰及一般系的巨生 傑克羅姆的W招是電系的交錯閃電及二系的咬碎 我想應該是因為R1才剛出三狗的Lucky卡 所以就沒有先出三狗的五星W招了 然後日版的GR1的夢幻就不用說了 這種人氣王通常都不會太早出 Rush 2也有W招的異獸 不過晚點再來揭曉 那本來還想說日版的GR2 W招顧蓋會不會出 結果也沒有 那大家期盼的岔路跟歪鳥呢 真的想都不用想 台版從來沒出過 那銀版戰獸呢 台版也是沒出過 那寶可夢的救急異獸呢 扣除掉可以進化的四二真龍獨貝比 總共是十隻 日版GR彈總共就是五彈 那剛好一彈是出兩隻 不過呢就是有點搞不太懂台版的分配啊 台版每一大彈是四彈 所以之前一般招的異獸才會到台版Rush 1才出完 那Rush 2出的W招異獸是 虛武伊德及紫玉劍 那虛武伊德的W招是岩石系的力量寶石及毒系的毒液衝擊 只預見的W招是草系的葉刃及蟲系的十字檢 最後一張呢則是抓日版第五彈的裂空座 招式是龍系的流星群 那不知道為什麼台版呢都要這樣出 上一彈R1的吉格爾德也是 所以數值呢比船三還低 因為R1的吉格爾德是日本第一彈的吉格 以上呢就是小道消息的十張五星卡 那至於Lucky卡呢 這個就沒有接收到小道消息了 不過之前也有聽很多人在猜測 我覺得呼聲最高的應該就是第三彈的胡帕 迷你Q 第二彈的皮卡丘跟最近長很兇的傳音夢幻了 雖然呢我是傳世末才佑陸坑的 不過上述的四張我已經收到了三張 畢竟Lucky卡都會復刻高人氣或是價格較高的卡片 一方面是抵制卡商 一方面是讓晚陸坑的人可以如願收到 希望會有胡帕 100%命中的惡系招 異次元猛攻 哇感覺也是挺不錯的 那Lucky四星呢我個人是希望出個一彈的穿著熊 感覺一彈的四星Lucky卡就剩他最值得出復刻了 價格呢是相當的可怕 然後個人認為第四彈的四星索爾加雷歐跟陸奈亞拉呢 應該也是有機會復刻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想到消息究竟準不準呢 一切還是由SEGA官方發出為準啊 預祝大家都可以打到自己喜歡的卡片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